和藝術人技衡 原 명 tous Morgan 色影对我来说 是一种语言 它是让我去提问 去质疑 我的摄影 用它是在去思考 在探究自己跟这个世界的关系 还有真实跟这个虚幻的关系 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叫广州 我大概从93年上大学开始 就是在这个城市已经生活了快20年 广州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城市 全国各地的人都会到广州来 然后非常包容非常宽容的一个城市 这是一个我离不开的地方 我是一名摄影师 但同时我也是一个策展员 还是一个出版人 这个是昨天拍完的胶片 这个已经拍完了 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的梦想 就是做一个战地的摄影记者 从我大学毕业之后 但我一直是在报社啊 杂志社这些媒体在工作 这个是2006年青藏铁路 开通的前一个月 然后我沿着青藏铁路 从西宁一直到拉萨 沿着青藏铁路这样拍摄 我在城市报 差不多工作了八年的时间 这个杂志就是在反映 中国现在最新的一种城市文化 跟青年文化的一本杂志 那它给到摄影师的空间非常大 就是让你可以去用摄影的方式 长期的去关注跟拍摄 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中国的青年文化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很多时候 对我们自己的文化的根源 其实已经完全的不知道了 传统是什么 东方文明的核心价值 就是它的精神的精髓在哪里 是我特别想去探寻的东西 我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作品系列 叫《教魂系列》 贵州安顺有一种很古老的戏剧 叫地戏 就是戴着罗的那个面具 然后在田间地头唱的那种戏 演的都是那种就是历史上的故事 历史英雄 他们这些农民穿上戏服之后 站在那个镜头面前 拿起他们的这个脸谱 完全你会觉得这个人是从古代来的 当当时拍的时候还不知道 照片冲出来之后 发觉这个太奇妙了 他们演的这个角色 世世代代都是在演一版 完全他们的灵魂是渗透到这个角色里面去了 拍出了我们对于自己文化的一个认识 对于自己历史的一个认识 那拍完这组片子之后 我们就在讨论说 我们怎么去看现在的文化 我们就在深圳找了很多这个Cosplay的团体 其实Cosplay就是一个角色扮演 跟地戏比起来 其实它里面有相同东西 有很不同的东西 所有的化妆服装 都是他们自己的 动作我们只说 OK 你在镜头面前表演你自己就好了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他们的眼神 你会发现他们眼神是空洞的 他们就自然而然的出了这种状态 《教魂》系列 整个作品就是关于文化的一个思考 包括全球化跟本土化 跟传统跟现代的一种思考 一种碰撞 摄影它其实是一个西方现代科技 发明出来的一个媒介 我现在用的是西方文明 去创作一种中方的文化的 一种价值观的东西 这个工作室是我去年10月份 租的一个老房子 这个是我当时拍四川地震之后 一年之后去拍的一个破碎的山水的作品 然后是在我的酷山水系列里面 然后我用拍的时候是长卷的 所以用的是用中国的这种像长卷山水画一个方式 包括装表的方式也是中国古典的山水画的方式 酷山水主要拍摄的就是被人类所改变的山水 酷是残酷的酷在中文词里面 英文里面也是酷 COOL 它是很时髦这样一个东西 其实我用了这样一个双关的一个词 来概括当下中国的一个状况 这个是拍的是云南滇池 就原来非常漂亮的一个湖 被蓝藻污染了之后的情况 因为当时整个湖面被污染就是成熟这种绿色 然后那个非常非常臭 那我拍了一系列这样的作品 很多看过我作品的人 他们最开始的时候 他们并不知道我在拍什么 觉得这个非常漂亮的山水画一样的照片 走进去一看才发现 原来是非常残酷的东西 其实中国现在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一方面看起来非常的时髦 非常的发展繁荣 但另外一面可能 其实它是一个包含的很残酷的一些事情在里面 那组作品之后 就是我更深入的就是去拍 拍这种景观类的东西 就是后来我起了那个题目叫超真实中国 超真实这个词语hyperreality 是法国的哲学家鲍兹里亚的一个哲学的概念 因为超真实这个词语形容现在的当下的中国是非常非常贴切的 所有的在中国出现的这种景观就是 像以前虚拟城市一样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最后变成了现实 这是最吸引的 而且每天都在不停的变化 那这个系列一直在延续 一直到现在其实都一直在拍摄这样的题材 我用四层五相机我是经常要到户外去拍照 就是要去爬山要去走路这样一个方式 所以我一直在找一台很轻便的相机 但是又很结实的相机 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一台我觉得最合适的相机 它是我的最好的伙伴 那今天我们要去两个地方 第一个是先去那个拍摄一下就是那个阳基村 因为现在正在拆迁 就拆了就剩那么几栋房子了 拆了差不多了 就以前的一个叫广州的城中村嘛 然后我我当年刚刚毕业的时候也在那住个半年 就对那个地方还是蛮有感情的 但是梁昌宏是我的我们很久很长时间合作伙伴两个人 然后从一开始拍我们拍那一组叫So Seer 就叫回那组作品的时候 我们两个是一起拍的一起创作的 刚好他今天来广州 我就会把他抓来当司机了 哎好 谢谢 好 哎呀 来 好 走吧 哎呀 真是好天气啊 全都出来晒被子 哇你这个地方太牛了 哦 最佳角度啊 杨基村是广州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城中村 它是在整个广州城市的中心很多很多年历史的 当年都是那农民们自己建的那些楼房 然后慢慢慢慢因为城市化进城之后 就是被现代那种高楼大厦所包围 但那个地方还是属于农民他们自己的 农民就建了很多这种自建的这种小的楼房 然后用很便宜的租金租给那种刚刚来到广州这个城市的那些人 比如那些农民工啊 刚刚来的外地的人啊 包括一些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啊这样的 杨基村是应该是前年开始拆迁 那么在这种拆迁的过程中肯定也发生 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矛盾的冲突 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复杂 随着城市化进城内 越来越深入之后 这种类似杨基村这样的城市村 肯定不会在广州市中心里存在的 这是必然的一个现象 我选择大画服务的方式 一个是呈现一个是拍摄的过程 因为用大画服务拍摄必须非常慢 所以每一个画面都要很谨慎很严肃地去观察去思考 然后你把自己蒙在那个黑布里的时候 你感觉到是说跟周围的关系是没有的 你会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去的 你的摄影是取出现实 但是你的最后出来的照片 作品 并不是很简单的一个现实的东西 在压迹山大桥那边 那个渠江边有一栋正在建的一个大厦 然后是一个圆形的 非常古怪的一个大厦 我之前是在 在压迹山大桥的那边 在那个报纸上看到他们的方案 我觉得很有意思 想去看看到底怎么来源 能出得去吗 这也是 今天这儿能过去吧 不行不行不行 出不了出不了 你只能看一路 到河岸的地方 什么 你好 我想问一下这旁边哪儿可以到江边 好谢谢您 没有啊 鸭记沙大桥 我想问一下 你知道这附近有没有一个很大的 有原型的那个大厦在建的 原型的大厦 对 这个是东沙大桥吗 是吧 东沙是这边吧 记得那个红架看了吗 能看得到吗 看得到在左边右边吗 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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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开车从高架桥接近他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给我的冲击 是跟我在网络上看到那个照片跟效果图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的 这种看起来很魔幻现实主义的东西 这种看起来很魔幻现实主义的东西 竟然就在你身边 瘦 瘦 中国是一个东方文明的一个最典型的代表 东方文明在现在看来在工业革命之后看来是很落后的东西看见 所以中国人在民国开始就是一直在寻找现代化的一个方向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是特别典型的 就是说西方文明跟东方文明在这里一个交集 就像好莱坞那个电影《异形》 科学家们 他们本来想的是用两种很强的基因制造一个更强的新的物种 是一种建设性的做法 结果之后没想到制造出来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 有巨大的破坏力的一个异性 我用这个来比喻中国现在的中国 这个疫情到底怎么样 是说它是有很好的一个建设性呢 还是说有更可怕的破坏力呢 谁也说不清楚 我被人问的最多的说 你的照片是不是经过Photoshop处理过的 然后我告诉他们 我的照片基本没有任何改变 现实是什么样子我就拍出来的 都是我拍出来的 不是我做出来的 他被摄的对象自己本身已经在说话了 所以我的照片就是非常非常直接的 用一个画面去框取我觉得超真实的东西 现在的中国就是摄影的黄金时代 绝对是黄金时代 假如你做一个摄影师错过了 就非常遗憾 在中国这样一个同一个时空里面 你可以看到 从几千年以前到未来的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 可以出现 而且每天都在不停地变化 中国现在有一批非常棒的摄影师 年轻的摄影师 新闻摄影师 但他们缺的是什么 他们缺的是机会 他们缺少平台跟机会去展示自己的作品 我2010年和几个摄影师朋友一起 成立了一个叫真实视觉的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就是为了推广 中国的这种摄影影像文化而去做的一些事情 这边就是我们摄影的制作部的一个空间 然后里面的小门进去就是我们所说的 艺术微本拼成的一个办公体 摄影其实最后的物理性的呈现是很重要的 看到原作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拍摄完之后 怎么能完美地去表现出来 所以我们做了这样一个 就是打印的这个工作室 然后相关的比如说出版 策划展览 其实都是在做这个事 在国外的时候是很基本的事情 但是中国就是没有 那么我们现在就通过我们的真实视觉 这样一个机构 在一点点地做这些事情 一点点地熟悉这些事情 然后也想一点点地去影响 喜欢摄影的 喜欢影像艺术的年轻人们 他们怎么去用更专业的方式 去从事这个行业 我希望中国的摄影师是可以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出来的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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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